过去在iPhone手机上常用的免费线上听音乐APP应用 像是Mixerbox MB3,iMusic,手机音乐电台,Tuner Radio Plus,Young Twins等 现在都已经从台湾App Store商店下架,无法再下载 你是否因为月费太高而不敢听线上音乐 或是不知道如何免费听歌 别担心,因为我们为你精心挑选了五个免费在iPhone手机上听歌方法 让你2023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音乐 第一个首推Spotify Spotify是一个全球领先的音乐串流平台 提供超过7000万首歌曲 让你随时随地听到你喜爱的音乐 而且你可以免费使用 或者订阅付费版本以享有更多特权 除此之外,Spotify还有很多很酷的功能 例如Daily Mix可以根据你的音乐喜好推荐歌曲 Discover Weekly 可以为你推荐新的音乐人和歌曲 Podcast可以让你听到世界各地的节目和专题 第二个MeFum我的音乐电台 漫长的捷运通车时间 依心情选择音乐类型 当作背景音乐随机播放 听着音乐一边看书或闭目养神 是很棒的享受 多达90种音乐频道 随心情选择 偶尔让眼睛休息一下 用耳朵听听动人的音乐吧 让你透过YouTube影音播放热门金曲 第三个Party 2 Party 2是超好用又方便的听歌神器 混作多年蝉联台湾音乐类APPTop20 能为您推荐每月及每日最热门的影音 超贴心的客制化服务 让您能设定每首影音的竞歌及切歌点 更可以分享给兔友 会入自己YouTube播放清单 把您最爱的音乐带过来 强大的搜寻影音功能 影片 频道 播放清单 直播随你搜寻 第四个MyTuner Radio 同时拥有最多台湾 香港及国际电台的广播收听APP ICRT 全国广播 Heed FM 宝岛联播网 IC之音 Kids Radio 中广音乐网 飞碟电台 国典音乐台 RT 中央广播电台 亚洲广播 新动音乐电台等在地广播电台 第五个Geo7 Geo7是印度免费的音乐应用程序 拥有包含八百万首歌曲的庞大而独特的音乐库 您不会在任何其他歌曲应用程序中免费找到这些歌曲 保莱坞音乐 印第语音乐 英语音乐 庞哲普语音乐 泰米尔语音乐 泰鲁固语音乐 古吉拉特语音乐 孟加拉语音乐 马拉第语音乐 伯洁普尔语音乐 卡纳达语音乐 马拉雅拉姆语音乐 奥迪亚语音乐 无论您使用哪种音乐语言 都可以在Geo7上播放 请注意 一些免费音乐应用程式会附带广告 比如像Spotify 付费版本通常会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歌曲选择 另外像PartyTube MyTuner Radio是需要付费才能去App中的广告条 如果不想付费 不要去点App内购买项目 以上介绍的听音乐App下载连结 都在下方的YouTube资讯栏中 以上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iPhone手机五个免费线上听歌方法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让你随时随地享受音乐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学生的字幕 请勿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